Hello 大家好,我是藍波 今天要介紹的日本音樂人 其充滿穿透力的歌聲 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樣會讓人聽到喘不過氣 酸茜少女 薩尤莉 1996年6月7日出生的薩尤莉 是來自日本福岡縣福岡市創作型歌手 在2015年釋出了Mikatsuki 並正式開始進行音樂活動 沙尤莉在小時候由於電視上播放的 珍珠美人魚和尋找滿月 兩部充滿音樂元素的動畫 讓她萌生未來當歌手的夢想 並在她小學六年級時 因為接觸到了關西、傑尼斯等偶像團體 而深深被打動 並開始對音樂產生的興趣 而買了一把木吉他 她非常憧憬這些樂團能夠自己作詞作曲 並開始進行自己創作 而到了高中 薩尤莉表示漸漸不適應正常學校生活了 她坦言由於在這個時期對人際溝通有困難 覺得無法融入大家 漸漸覺得自己跟世界失去了聯繫 因此常常有缺氧的感覺 所以取名為 薩尤莉 酸茜少女 而一開始 薩尤莉沒有自信 所以沒有單獨行動 於是在之後薩尤莉曾擔任兩人組合 薩尤莉還以福岡市為據點 並多次在大阪、廣島、民谷屋等地區都有live活動 薩尤莉她非常喜歡雨天 在演出時 她會披著雨衣並赤裸著腳 然後背著黃色木吉他 這獨特的演出成了她明顯的風格 在第一次聽薩尤莉的歌 可能會聽不懂歌詞的內容 但卻會被薩尤莉的情感所渲染到 而薩尤莉到了高三退學 到了東京 追尋音樂夢想 由於不擅長言語溝通 所以薩尤莉選擇了用音樂來溝通 她相信音樂一定能把訊息傳達到他人的內心 而她選擇街頭演出的原因是 對路人們來說 他們對薩尤莉素不相似 路人其實完全沒有理會的必要 所以薩尤莉需要拼命吸引注意 並讓他們朝這裡回頭 而薩尤莉也表示最愛的歌曲是 Angel Beats的音樂 動畫中的故事正好反映了薩尤莉自身的故事 而慢慢的 愈來愈多的觀眾被她的歌聲所吸引 2012年薩尤莉參加了 The Fifth Music Revolution的Japan Final賽中 她從中脫穎而出 並成為4123組出場者當中最年少15歲的得獎者 而她的得獎曲是 時間來到2015年3月薩尤莉舉行首次演唱會 名為黎明前的準備 其門票全部賣光 而此時3月也是剛好畢業的季節 這次演唱會對薩尤莉來說就是確認未來的道路了 這場演唱會也是她本人 自己是從明明繼續上學可以變得更好的後悔想法中畢業 而之後薩尤莉以個人單曲《Mikazuki》正式出道 而這首也被採用為電視動畫《亂部奇壇》的片尾曲 這次出道的藝術MV是由阿瑪沙拉席樂隊的藝術監督操刀 而與他們合作的想法也是由薩尤莉指名提出 從2016年開始薩尤莉與動漫與其他音樂人合作 並為動畫《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製作了這首片尾曲 《それは実際な光のような》 那就像是小小的光芒一樣 而作詞作曲的部分並非薩尤莉本人 而是動畫的音樂擔當唯捕遊記負責 這位也是相當令人敬佩的作詞家 而《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是一部懸疑推理片 男主角因為某些原因他回到了過去 並展開了一連串的調查 而我個人有看完這部動漫 我覺得以推理片角度來看 這部是懸疑帶點浪漫的作品 不過建議一定要一次看完 不然會看不太懂 就跟命運十字門一樣 然後時間來到2017年 沙尤莉發行了他個人第1章專輯 《ミカツキの考海》 並在當時獲得了 Orimcon 每日專輯排行榜冠軍 之後也獲得了 每週專輯排行榜第三名 與之前的單曲相比有 非常大幅度的成長 也是第一次進入了排行榜前三名 而這個階段的沙尤莉 有一次跑去進行街頭表演 而現在的表演在當場聚集了2000多人 - 紗友莉,請你繼續發揮 而其中出入在紗友莉的專輯 - 菩薩雷格亂是由野田楊次郎寫的詞曲 当初野田写好歌词之后便把音乐录好 但是野田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首音乐 并在一次意外的巧合遇到了萨尤利 两人相谈之后 野田决定将这首歌交给萨尤利 并希望他能够透过他的歌声来唱出这首歌的感受 而萨尤利也对音乐表示 他认为这首音乐不论旋律又是歌词 都是他不会使用的 对此他感到非常新鲜 不过歌词中所富含的意思与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相似 因此表现的方式与自己的创作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专辑的平行线是为动漫人渣的本院制作的片尾曲 我并没有深入了解人渣的本院这部动漫 不过对萨尤利来说 这是他首次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登场 而平行线这首音乐其中歌词提到 想成为斩断你的痛苦的那道光芒 萨尤利对这段歌词表示 虽然害怕可能做了什么而受伤 但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没关系 即使受伤 那个伤痕总有一天会产生特别的意义 萨尤利希望听了这首曲子的人能够因此获得勇气 并朝自己的目标迈进 希望这首曲子能够成为照亮大家的作品 再来时间来到二零一八年 萨尤利为FET系列的作品制作了音乐 这是FET系列的后续作品 一開始的歌詞就相當美 再加上後續偏快的節奏更是讓音樂沖上熱血 而2018年 Siley與日本搖滾樂團My First Story 製作動漫《黃金神威》的音樂 當時2018年的春天《黃金神威》第一季結束 我用一天的時間將它看完 因為我個人真的很喜歡這類戰爭鬥爭的題材 而這次她與My First Story合作 可以說是Siley第一次最接近搖滾音樂 可以說突破了Siley以前的所有作品風格 再來2019年Siley參與了 澤野洪之2019的立作 Remember的這首音樂 而澤野洪之2019立作 Remember其中參與的還有Lisa 澤野洪之真的很厲害 作曲程度不斷地讓各式各樣的歌手來演奏 再來是近期2019 我的英雄學院第四季釋出 而這次的片尾曲是由Siley所創作的 Koukai no Uta 這就像是回應了Siley的第一張專輯 專輯呈現了Siley當時從未出道至出道的所有音樂 以及演唱出朝著未來的希望和覺悟 同步了我的英雄學院的世界與Siley的現在以及覺悟的歌曲 Siley對我的英雄學院表示自己的想法 對我來說我的英雄學院是將自己內心小小的想像化成現實力一樣 並加以守護的作品 而抱著想演唱這樣的歌曲的想法 Siley創作了Koukai no Uta這首音樂 完成了能夠享受與故事一同前進的ED主題曲 而Siley對於歌手的抱負和理想為 如果這世界有你在的話我也想要活下去 Siley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那樣的存在 希望透過音樂到世界各地與許多不認識的人建立聯繫 一點一滴的與各式各樣的人建立關係 那麼Siley則介紹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這部影片有讓你更認識三千少女Siley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認識Siley的? 是Fate系列的作品嗎? 你期待之後Siley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作品呢? 你最喜歡Siley的哪個作品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你的想法哦! 如果你喜歡Siley 歡迎你上iTunes或是其他音樂平台去購買他的音樂 或是上伯克萊去購買他的專輯 連結我會放在底下 你的購買會是對Siley的支持 同時也是對我的支持哦! 那麼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藍波 我們下部影片見!